Samsung的Galaxy S9系列在推出之后 受到市场上相当大的欢迎以及回响 那么它也首度在S系列搭载了1200万像素的双镜头 并且在主镜头的部分加入了双光圈 至于什么是光圈呢 我想这个名词在喜欢摄影的人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 F1.5跟F2.4这一次的双光圈首度搭载在S9系列的主镜头上面 那么F1.5这样的规格可以达到进光量大的一个优点 让夜拍拍摄可以更强 至于F2.4这个光圈呢 则会比较适合在日拍的时候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因为它相对来讲进光量会比较少 所以F1.5跟F2.4基本上两种光圈的规格 它各有长相以及优缺点存在 而Samsung的S9系列呢 它也首度在主镜头的部分加入了双光圈的设计 也就是在主镜头的部分 它同时拥有F1.5的恒定光圈 以及F2.4的恒定光圈两种不同的规格 那这样的规格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基本上呢我们打开相机的时候 直接拿起相机按压快门进行拍摄 原则上就会自动的依据不同的场景 来判断是要使用F1.5还是F2.4的光圈 那除此之外我们在不同模式切换的时候 也可以选择专业模式来进到专业模式里面进行光圈的选择 也就是手动来进行控制 所以在专业模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光圈的调整里面 可以自己手动切换成F1.5或是F2.4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手机的主镜头的部分 看到这个镜头的光圈部分 会依据你不同的光圈选择 而切换到不同的光圈模式 所以你可以手动切换成F1.5 也可以手动切换成F2.4 那么相对来讲 在你日拍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择F2.4来达到更好的一个日拍效果 也就是让它的进光量不会这么强 所以当我们白天在这个光线非常充足的时候 使用F2.4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拍照效果 让日拍所呈现出来的效果 能够不至于太过曝或是过白的一个现象来发生 所以这样对于日拍效果来说 也会呈现出比较好的一个感觉出来 所以当我们在拍摄日间影像的时候呢 F2.4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拍摄效果 但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基本上在自动模式里面 它会自己来做判断 自己来做选择 所以一般的消费者 你可以不用去管 到底我要选择F2.4还是F1.5 基本上在自动的这个模式里面呢 它都会自动的帮你做判断 以及自动的做选择 也简单讲就是 不管你把手机拿起来 切换到自动模式之后怎么拍 它都可以让你选择最佳的一个模式 来拍摄出最好的一个影像 那么当我们在 例如室内环境 或者是在做夜间拍摄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在周边的环境 光线下就会比较暗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切换成 F1.5来达到比较大的进光量 这个时候我们在拍摄夜间场景的时候 不管你的环境多么暗 我都可以拍摄出这个清晰 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影像出来 所以当我在使用这个F1.5这个光圈的时候 我在夜拍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这两种模式都搭载在 S9的这个主镜头上面 可以听用给大家做参考 也可以让你拍摄更得心应手哦 而Galaxy S9的开箱文 已经在小旭的部落格上面咯 欢迎大家到我的部落格上面 来看一下这支手机表现 到底有多么厉害吧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小旭会操控来进行回答哦 拜拜